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汽车微报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汽车资讯吧 昨天我们报道了新款奥迪A4L的消息 随后奥迪又发布了A8L X20的车型的官图 该车采用了六门六座的设计 车身长度达到6.36米 轴距为4.22米 新车采用奥迪ASF空间框架进行了结构打造 机门采用了全铝车身 并在侧面和车顶对刚性进行了增强 车身采用了六个侧拉门的设计 非常独特 车顶配有三片色的天窗 采用顶级真皮座椅 后排座椅均支持单独调节 中控台 显示屏和冰箱也是一样都不少 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3.0 TFSI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310马力 百公里加速仅需7.1秒 最高时速可达250公里每小时 并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和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 但遗憾的是 该车仅全球限量一台 近日一组新款荣威950的申报图被曝光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 新车牵连经过了全新的设计 前隔山采用了镀铬处理的三横幅样式 前灯组造型相比现款荣威950更加细利 灯组内部结构也有所调整 新车尾灯组的造型也进行了全新设计 车身高度也比老款增加了5毫米 动力方面 新车将搭载一台2.0T涡轮增压放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220马力 并匹配6速双离合变速箱 据悉 宝马M2和X4 M40i两款新设计 将会在北京车展开幕的前夜正式上市 宝马M2的外形设计十分凶猛 前保险杠也采用了全新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它将搭载一台3.0T直列6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达370马力 最大扭矩为465厘米 匹配7速M双离合变速箱 并提供TownFort Sport和Sport架 多种驾驶模式可供选择 100公里加速仅需4.3秒 而宝马X4 M40i外形则十分运动 前保险杠的层次感很强 运动风格的侧群让整车的线条设计看起来十分的饱满 动力方面 它将搭载一台3.0T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360马力 相比国内在售的X-3535i提高了54马力 并匹配8速手机一体变速箱 100公里加速仅需4.9秒 最高测速可达250公里每小时 近日在江淮举办的品牌日上 江淮瑞丰S1 瑞丰M4 i1V7 i1V61 i1V5加等五款新车正式亮相 其中 瑞丰S1定位于一款入门级的SUV车型 该车造型时尚 搭载一台1.3升自然气息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达99马力 匹配五速手动标识箱 而江淮i1V7则是一款全新的纯电动车 该车基于江淮瑞丰A60进行打造 定位于一款中大型车 新车前年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多处使用蓝色的装饰 轴距达到了2915毫米 作为一款纯电动车型 该车大载的电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50马力 峰值扭矩336米 最大新式里程可达320公里 最高时速则为160公里每小时 看来江淮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 此外一期丰田也将有望 在即将开幕的北京车展上 推出一款全新的概念电动车 并且还公布了其在2016年 要达到62万辆销售的目标计划 大家觉得丰田有戏吗 长城2016款哈佛H6酷派1.5T车型 今天也正式上市 新车共包括4款车型 外观和载售的2.0T车型 基本保持一致 标配了17英寸的轮骨 全景天窗 路数大灯 日间行车灯等配置 动力方面 1.5T酷派车型 换装了一台代号为 4G15B的1.5升涡轮增压放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50马里 并配配6速手动或6速自动编输箱 该车的售价区间为12.28至14.28万元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汇报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 当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微博汽车 汽车资讯 微博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 本栏目由微博淘宝店赞助播出 扫码下单 惊喜不断 本栏目由微博淘宝店赞助